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 彤彤的妈妈 世界上没有适可而止的努力 2015年 我30岁 有三个冤枉 长发及腰 瘦到一百斤 考上研究生 年底 我都做到了 2016年 我的愿望是跑步一千公里 读完一百本书 完成一场马拉松比赛 考到三个跟工作相关的资格证 如愿 我又都做到了 这两年 尤其是2016年的变化 源于逐渐强烈的意识 和顽强的意志力 而这一切 又多源于一些好习惯的养成 这些习惯 让我的生活不再凌乱 情绪不再失控 心灵不再空虚 我迫不及待地 想把这一年的变化 与你分享 先说说我自己吧 从学生时代起 我就是那种 迅速淹没在人群中的普通人 成绩平平 相貌平平 后来工作了 待在体制内 机械的工作 麻木的生活 我早已习惯了 和闺蜜喋喋不休 抱怨生活 习惯了下班后 就窝在沙发里 吃垃圾食品 看综艺 习惯了整天 抱手机 刷微博 逛淘宝 懒惰 慢慢吞噬我的内心 使我越来越心胸狭窄 越来越自卑 软弱和敏感 对人生 越来越怀疑 对未来 越来越懈怠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也曾试着改变 可从来没在一件事情上 长久地坚持过 我说我想考研 就成套成套地买书 拿起一本 断断续续 翻了不到三分之一 就树枝高格 我想减肥 锻炼了一次 大姨妈嫁到 就再没练过 对于肆虐时的坚持和努力 我从不认同 我理解不了那些 给自己的生活 增添种种约束的人 在我的观念里 努力 应该是可而止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我口中的每一个借口 和身上的每一寸坠肉 都是同生活 妥协的标志 有人说成年后 有两种人 一种是成熟 一种是老 而三十出头的我 依然成为后者 怨天尤人 爱声叹气 苦大仇深 我渐渐意识到 我所有的生活方式 虽然算不上恶习 但绝不是好习惯 而我有相当一部分不快乐 来自于这些不良习惯 带来的心灵空虚 懒惰和空虚 让我的生活 不受控制地 走下坡路 我越来越讨厌这样的自己 更不希望女儿 成为这样的人 我甚至害怕有一天 女儿会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都没有做到 凭什么指责我 那样 我将无言一对 2016年 与我而言 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我心理重建的重要一年 帮助我重生的 是跑步 劣迹化 早起 读书 和感恩 这一系列习惯 这篇文字 酝酿了许久 当作是一个仪式 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从此 开始新的生活 2015年 我开始跑步 2016年 更是一次都没有 间断过跑步 还参加了人生 第一次马拉松比赛 每周 我至少有三天在跑步 每次 至少五公里 跑步 是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有几个关键的卡二 很难超越 我了解自己 停下一次 我就再坚持不下去了 这种逼迫的方式 后来 却带给我彻头彻尾的改变 我不再抵触 反而爱上了这种 整日与惰性 做斗争的快感 享受一次次 超越自己的过程 我终于明白 我的态度 决定了生活质量 后来 跑步也成为 我的一种解压方式 我不再逢人 就说自己的不快 而是对自己说 不开心 就去跑步吧 大汗淋漓过后 身体累了 心 却安静了 长期坚持 要靠内在动力 而非外在压力 其实 就是自我意识 只有意志力足够强烈 才能坚持下去 跑步 让我的自控力 逐渐增强 我后来的很多改变 都源于跑步 带给我的自信心 因为体会到了 掌控生活的感觉 一切 就都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了 学生时代 我们都有把作业 记在小本上的习惯 工作以后 恐怕很少有人 再会劣迹化了 年初 我准备了一本手账 目标就是满满当当 记忆本 不辜负这一年当中的 每一天 每一夜 保留生活的痕迹 和回忆 我将计划 分为长期目标 年计划 月计划 周计划 和日计划 长期目标 比如克服危难情绪 善始善装等 年计划 包括跑步一千公里 读书一百本等 每月来临前 我会列出 每个月的计划指标 月底 在日记里 进行总结 同时 再进行 下个月的计划安排 对于计划的执行 我几乎疯狂 提前计划 有个神奇的效果 就是能减轻 内心的杂乱 和不安 当看到一项像 To-Do List 一一被完成勾掉 内心别提 有多满足了 心理清爽情绪 自然会提升 再多食物 也不是负担了 一年 有365天 每天早起一小时 我就拥有了 365个小时的 高效时间 夏天 我通常 五点半起床 冬天 六点半 并且 中午从不午睡 晚上 十一点半入睡 虽然一天睡眠时间 只有6到7个小时 但我睡眠质量极高 几乎都是一觉到天亮 也很少做梦 说真的 五六点起床 并不算早 但能够享受 属于自己安静的时光 却是很宝贵 尤其 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妈妈来讲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简直太奢侈了 早晨 时间金轨 用来做最不想做的事情 一天 都会无后顾之忧 我通常 会将每天必看的复习题 安排在早起这段时间 因为早晨很安静 思路 也很清晰 读书 学习 效率会特别高 学完该学的内容 好像完成了一天 最令我头疼的大事 出门干什么都轻松多了 这一年 我利用早晨时间学习 考了三个 和工作相关的资格证 都是八十分以上通过 毫不夸张地说 在之前的三十年 除去课本 我完完整整读过的书 不出十本 有了孩子以后 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 即使是简单地表扬 我也只会说 宝宝好棒呀 随即词穷 我意识到 自己的修养 直接影响孩子的教养 我知道 语言的问题是其次 思想的贫乏 才是症结所在 我开始读书 更确切地说 是开始补课 补我三十年的欠账 我用手账 记录读过的书 和想买的书 用信号 标记喜好程度 每周读两本 先从喜欢的亲子类 畅销类开始 渐渐开始看一些 思想表达 思维养成的书 读书 让我的思想动起来 不必过目不忘 不必死记硬背 也许只是 不经意的一段文字 就能让我一天充实起来 我竟然也开始期待读书 整理今年读过的书 最关键的是 我认真对待了 每一本书 我坚持读完一本本书 收获了其中的思想 活学活用 我也爱上了 写读书笔记的感觉 虽然一年功夫 我不会有太大改变 但我已经开始享受 文字带来的快乐 并且愿意长期见识下去 这种踏实的成长 让我奉外安心 以前 我是特别爱抱怨的人 总觉得有些事 不吐不快 憋在心里 就会令自己难过 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 抱怨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一次次地强化顽固思维 最终陷入全世界 都亏欠自己的怪圈 我还特别爱拿自己 跟别人比较 陷入自卑 不可自拔 当我意识到这些 我才发觉 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已经送给了嫉妒 伤心 怨天尤人 鸡毛蒜皮了 如今 我三十几岁 我不想继续虚度时光了 我在慢慢改造自己 试着换位思考 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谢 帮助和爱护我的每一个人 我想变得坚韧 独立 内心强大 不让爸妈操心 给孩子做个榜样 我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爱自己和身边的人 2016年结束了 时间太快 但留有痕迹 感叹匆匆 却内心充实 我之所以觉得这一年 对我重要 不是我完成了多少事 而是深切地感受到 内心开始丰富成熟了 体会到自己 所具有的生长能力 体会到坚持和积累的重要 我终于有一点点自信 原来我也可以 我明白 很多事情 努力 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 天道酬勤 看到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 去靠近那些 看似遥远的梦想 我便知足 也许我喜欢的不是成熟 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吧 我钦佩一种人 眉目间传递出最珍贵的表情 是淡定 从容 一双眼睛 流露出只有心灵宁静 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我愿自己 成为这样的人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才会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